稀缺的女性题材 少有的纯女性电影 江文 陆毅 刘烨在这部影片里都是打酱油的 茉莉花开靠陈冲和张子怡两位女性 展现了四代人的命运 陈冲饰演的茉姆 在上海经营着一家照相馆 单独抚养茉长大 她不同意茉拍电影 但是有明星梦的茉一意孤行 被泡妞高手电影公司孟老板 欲擒故纵手段俘获 年轻女孩不知事实 一件性感睡衣 一瓶六神花度睡 一间酒店房间 一本杂志封面 满足了莫的虚荣心 怀孕之际 孟老板鞋破莫到医院打胎 30年代的莫坚持要生孩子 日本人进入上海 孟老板独自跑路到香港 莫从酒店搬回家里和莫母同住 生下孩子力 当家庭成员都是女性 母女关系不如意 再加上莫母挑男人的眼光不太行 和理发师纠缠在一起 理发师还对莫开油 手脚不干净 方方面面低矛盾 莫母心灰意冷离开人世 从这个时候起 莫长大了 人总归是在打击光临过后 才懂得世事艰难 才懂得有时候妈妈的话是对的 当初莫母劝不住莫拍电影 陷入明星梦 劝不住和孟老板来往 劝不住莫生力 结婚事件大事 生孩子事件大事 改变人生轨迹的节点有几个 这两点首当其冲 结婚是绝大多数女人 对自己一生的投资 对往后生活的投资 同样有风险 所以母亲们会以自己以往的人生经验 对孩子们的选择做出建议 甚至替她们做出选择 莫一生都活在过往的辉煌荣耀里 莫母没了 莫成了莉母 成为花外婆 这四代女人 没有一个听前辈的劝 50年代的莉喜欢工人阶级的邹杰 莉不听莫的劝阻 坚持和邹杰结婚 婚后适应不了工人家庭的生活习惯 搬回家里跟莫住 莉跟当年的莫一样倔强 一样和母亲心里有座火山药分发 不能生孩子视力最大的痛 也是导致莉产生幻觉的直接原因 抱养花之后 也没能消除莉心头的阴影 邹杰能做的都做了 最后被莉的精神病困扰卧鬼自杀 莉随之而去 留下花和莫 80年代的花 没有莫的好高无远 没有莉的胡搅蛮缠 她们一样倔强 一样为爱不顾一切 一样拥有丈夫在侧为数不多的时光 面对孩子永远缺席的父亲 面对人生的种种苦难 独自担起往后人生的责任 同一张饭桌 同样的位置 同样长辈不看好的关系 花瞒着莫悄悄的跟大学生领了结婚证 开始异地婚姻 最终等来留学海外丈夫出轨的消息 没有崩溃 想过打胎 最后坚持留下孩子 观众的画面感涌来 莫和莉都是如此 想必当年的莫母也是如此 几代人相识的命运 一代一代相传 口袋猫不禁想命运 什么时候能为他们画上休止符 这一代又一代的不幸 但他们命运又会不一样 花的婚姻不是男方想离就离 孩子不是丈夫想不要就不要 给几个抚养费就能了事 花不要假的丈夫在旁 也不要抚养费 自己的孩子自己生得起养得起 独自面对生活的能力 抗打压能力 花比前辈们长进不少 怀孕前去医院提前演练 却在雨夜生育不能按计划进行 独自在马路边拿着提前备好的物品生子 生死关头 一人扛起 坚韧 倔强 顽强 自立 往后人生的每一步都不怕了 茉莉花开 茉莉花开了 绽放出最美 最迷人 最独立 最自信的模样 这是几个时代带来的变化 亦是几个女人的进步时 更是往后女人们的发展轨迹 茉莉花时有时代的裹挟 有家庭成员 缺失带来的阴影 归根结底 是太依赖于他人 人来去匆匆 只有自己练就一颗拔地而起的大树 乘自己的粮 才不会担心风雨暴晒什么时候来临